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原本我的工作是坐在办公室工作的 我觉得比较沉悶 和没什么意义 所以找一份是比较有意义的工作 所以就考了进来 Hidy 肯定是不愉快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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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y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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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投考的人数大概有2000至3000人 考到的人数都有10至12人 我记得我收了这份购义的时候 是我在做健身的时候 那时候我很开心 是收一个电话的电话 好 直升级上有两名空勤主任 一名是搅车手 一名是拯救员 一般来说 我们会多数一个进去 如果真的很复杂 才会有两名空勤人员 一起进去 这个训练就是在模拟中 如果有一个伤者 他用不到够伤索做跌晕的话 我们就会用床 由升级下来 看看他的伤势 拿一拿他的维图 你是跟他在一起的 是… 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暈倒了 暈倒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 是… 接着就开一张床 把伤者移到床上 调坏上直升机 2、3、2、1 好 我之前只有一位女士 做空勤主任 一直以来都是男士 做主导 因为这份工作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 都在户外 在山上 需要一定的体能 即你出去之后 有可能是留下 你在山上一会 才会接你 但我自己对自己的体能 各方面都是很有信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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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勤主任有五级 我现在是第三级 我可以做日间夜间的飞行 以及做日间夜间的攀山拯救 拯救 我们还会做海上的手救 完成五个级别的话 都要大概八年至九年左右 是 每次做三至四个小时 做完重量训练之后 就加少许卡迪奥 因为我很喜欢健康 我不知道 我们做这一行 体力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不停地去做体能训练 希望自己可以… 不要超越他们 但先跟他们一样的体能 当时一进来做训练的时候 基本上香港的地方 山的名字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当时也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去看熟不同地方的名字 地图 山勢 因为直升机师 他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外面的环境 在拯救看出去的地方 是被很多东西遮住了 我们会开门飞 开门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整个环境是怎样 看到附近的树 会否影响我们降落 有没有其他障碍物 附近有没有人 令到机器安全地降落停机坪 我们要看熟每一个停机坪的特质 直升机怎么摆 停机坪怎么落 基本上当时都会记熟 都会记熟了 最后这个 即使用100%的O2 对吧 直接按这个 没有我Alarm 重复 重复可以 又是清不清醒的 不清醒的 好 拯救的部分 其实分两个 一个是你怎样用那些工具 拯救工具 第二就是你怎样用那些急救的知识 我觉得急救知识是难一点的 因为始终我们又不是读医科 都要花点时间去读 Rest rate就是呼吸 Respiration 通常一个人多少 一个人多少 16 即是不同的患者 有不同的伤势 你怎样去治疗伤势 接着你要怎样做呢 这样 这样 然后拿开 看一看 就是这样 是 这只手拿 例如你伸过来 你伸过来 你不要拍照 这样 你看见骨头破血流 头破一次都会有点紧张 但其实习惯了就没什么 有一次就是夏天 夏天有个女士中暑 她在行山径上昏迷了 昏迷了她还要失禁 很紧急的情况 真的很紧急 我们马上送她去东区医院 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因为我们很快到现场 做过这个拯救 否则女士应该会… 应该未必能救回 我们每个飞行人员 会有自己一个的拯救 这个是我的拯救 它是一拯救 里面有两个头盔 这样 这个头盔很轻身 我们是在拯救时使用的 它还有两个拯救 它是可以打开散开 打开之后 可以听到外面的人说话 它在拯救时 你打开时就不用大喊 你可以正常地沟通 否则你用这只很全 另外这只头盔 它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是拯救了臉 如果你要跟外面的人说话 就要很大声才能说到 看看当时是做什么任务 如果做普通的伤病者运送 我们会用这款头盔 救生火我也会用这款 只是做拍生拯救才会用这款 接下来有我们的救生衣 救生衣都有一定的重量 因为它有一支氧气 这里有一支氧气 这两个假仁 是在我们训练时使用的 我们多数都使用软件 自己没有那么辛苦 在训练时 今天我吃鸡 然后有免治牛肉 然后有粟米 还有萝卜 主要都是吃多些蛋白质 我也吃很多碳水化物 因为我每天都会做健身 也需要很多能量 多蛋白质 多碳水化物 我觉得他是很有意志力的人 一直在做运动 再加上腺食 一年365天这样做 我的自问就做不到 佩服万分 吃得健康一些 腺条会出一些 做健身的效果明显一些 不不不 他一个星期就吃一次垃圾 对… 就是环境令到拯救很困难 多数是 譬如说如果在石坚道 可能会滑 如果在崖边 可能会怕跌下去 有很多地方 消防警察也未必能到 在一些很危险的环境 能救到被困的人 是满足感很大的 我们的团体就是 有一部分是负责飞的飞机 另一部分是负责拯救 和Hidy合作是很舒服的 因为她有任何的困难 都会立即跟我们说 而我们的要求 她也很快可以达到 这是一个 在机舱上工作 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做我们飞行服务队 那个热乘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我们可能快一分钟到现场 可能就会多一分机会 去令到一些生命者去存活 她往往是第一个 会踊跃地参与的各位队员 所以对于我来说 她又有热乘 热乘亦很重要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队员 大概两、三年前 有一位女士和两个小孩 就去行山 下雨后 妈妈被困在水间上 那两个小孩没事的 通过水间就在对面岸 妈妈抱着大石 那些水是很大 在上面一直涌下来 那次幸好我们尽快到现场 否则她应该会 可能抱不住大石 被水沖走了 这次的拯救 我们的电纜 差不多是100至120呎高 那… 这个任务很有支箭性 这个任务 很多人下机的时候 去到救护车的时候 都会跟我说谢谢 麻烦 那当然我会很开心 是的 我相信我也会做这份工作 做到最后 来年尾的时候 我也会训练成为搅车手 应该不久将来 也会完成第五级训练 做一个夜间搅车手 是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 很有挑战性 很有意义 如果一个女的行山人士受了伤 如果见到一个女的空群主任 可能会比较安心 可能 接着为您播出 校竹延开